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不少网民喊出口号 要东莞挺住 东莞别哭等等 为什么东莞扫黄引发争议呢 官媒和民间声音的对立反映了什么样的社会现实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也将邀请分析人士来进行讨论 参加我们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 还有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我们继续欢迎两位参加我们的节目 另外我们的听众热线电话是400120551 再说一遍400120551 请拨打电话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讨论 首先请问一下何平先生 对于这次东莞扫黄还有央视披露 所谓东莞存在这个卖淫的现象 中国网民都做出了很让人感觉到非常好玩 而同时很强烈的反应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评论 最好玩的评论就是说说是老虎苍蝇一起打 结果中枪的却是鸡 请你对这个评论来发达一下你的看法何先生 我首先必须对中国网民的勇敢 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深刻的观察 这个表示我的敬意 现在我只要有时候随便打开中国的网站 就看看他们的评论 我简直是非常吃惊 在这么一个成熟的网民的时代 我非常担忧 这个习近平和他的领导集体 难不得和他的领导团队 难不得应得这个这么有智慧 这么勇敢 这么已经有现代文明思想的这批网友 我觉得中国的网民的承受的程度 主要是表现在他们有一个最基本上的原则 只要是政府做的 我们就必须怀疑 只要是政府做的 我们就应该去监督和质疑 那么这样一种东西是现在文明政治的 一个基本上的一个支点 因为中国没有反对党 因为中国没有理论自由 因为中国没有其他的这个法治 那么中国网民同时扮演了这么几个角色 城市经验了这么一个角色 而且从他们的这个批评的经约的程度来讲 我觉得是很很到位的 比如说批评中央电视台 你自己本身有几个主播 有几个女主播不是这个娼妓 不是这个新工作者呢 你的男记者有几个你不是政治娼妓呢 你是有几次不是在强奸这个民意呢 甚至你比一般的这个新工作者 一般的这个娼妓对社会的破坏性更大 所以这样一种批评表面上看是比较粗俗的 表面上看是比较精力的 实际上是非常准确反映了这个中国的这个社会现状 和平 但是也有人评论说 正是因为所谓现在的反弹进行不下去了 央视才搞出来一个扫簧 以转移社会的注意力 你同意这种看法吗 这个我不是非常清楚 因为大家都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这个是只是网民的一些嘲论而已 但是具体的情况呢 有人说了 有人说了是这个这个 因为了这个这个胡春华要传谋这个圣意 认为这个圣上呢是一个比较道德君子 那么呢要清除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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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社会要清除这个扫房 以这个营护上上的一种需求 也有人说了 中央想利用这个事情来打击这个胡春华 说胡春华在广东呢 这个治理不利 那这样的话呢 就是要改变19大的权力改制 因为一般来讲 胡春华是所谓的19大的这个 安排的这个中共的一个结盘人好选之一吧 那么通过这样一段方式来给胡春华 施加这个很大的压力 还有一段说法呢 就是说这个这个 现在是打老虎打不下去了 所以呢现在就是要打鸡了 就是各种说法都有 但是真实的情况 我们并不是很很很清楚 但是我觉得打老虎的问题吧 还不能玩尽那么悲观 因为如果不能真正打老虎的话 那么习近平所有的做法 为了是抬动不下去的 因为他的威信也离不起来 因为你不能靠打击之鸡 你就把这个 你的个人的政治威望定了起来吧 我说至少从这个意义来讲 打老虎和这个扫房 我觉得还未必能够挂上高 好 谢谢何先生 那么总而言之呢 就是这次的这个扫房呢 可以说是在杀鸡用牛刀 我们希望呢 他在打虎这个问题上 不要相反这个杀牛用鸡刀 那么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 就是说到这个黄叶啊 您作为一个历史学者 就是实际上这个黄叶呢 是人类最古老的职业之一 那么作为在中国这个社会里 这样的这个黄叶是 是不是应该治 而应该怎么样的去治它呢 我想就是这次这个扫房 应该有三个层面的观察 一个就是刚才何彬先生讲的 那个政治层面上 到底是什么样的背景 是不是由于打虎打不下去 来转而打鸡 这是一个思考 第二一个思考就是道德层面 那么现在是不是这个又开始向 毛时代的那种禁欲主义的 这种那个时代去回归 要回归那种就是毛时代的那种 高度进化的所谓道德观 那这个呢可能是 他是否跟新领导人的这个观念 有关这是第二个层面 第三个层面就是个人自由的层面 那么作为性工作者 他们有没有生存的权利 然后他们的生存状态是怎么样的 为什么这个我们在我们这个体制下 会有如此兴盛的这个性产业 所以我想从这个几个角度来看 我觉得其实现在所反映的 仍然是一个体制上的问题 那我也想起这个 既然讲到原教旨主义的这个共产主义 我们就回顾一下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它谴责了这个资产阶级的 这个家庭模式 然后他指出 无产者是被迫独居和公开的卖银 作为补充 然后呢他说这个资产者不以他们的无产者的妻子和儿女 受他们的支配为满足 然后还以正式的卖银更不用说了 他们还以互相右肩妻子为最大的享乐 然后他们认为这个资产阶级的婚姻就是公期制 而共产党人是想用正式的公开的公期制 来代替伪善的隐蔽者的公期制 我们看了这么一些东西以后 我们会感到很可笑 其实这个从革命年代到现在 这个共产党内部的这种公期制一直就存在 只不过呢时隐时限 有时候圈子大 有时候圈子小 像毛时代 其实毛本人就是一个性淫乱者 所以在这方面他有非常多的故事 那么但是呢 他的范围非常小 只限于高层可以这样做 而多数人都是在这种性的禁锢之下生活 那么改革开放以后 确实有了这个社会有了很大的改变 但是呢又走到了另外一个极端 就是普遍的这种性解放的意识被接受 和性放纵的现象出现 而这个这方面呢 又以这种官员和这个妇人在这方面的表现 作为突出 那么这样也造成了一种不公正 这种不公正就是一个是女性由于生活所迫被迫卖淫 而这个男人由于没有办法成家 所以去买淫 那么这种社会也是一种不公正 所以我想归根结底还是一个社会的这个体制的问题 到现在仍然没有一种很好的办法来解决 而采取这种运动式的扫黄 其实没有任何意义 好的 谢谢 和平先生 刚才张立凡先生也谈到了 实际上所谓卖淫的情况 实际上用更文明一点说法 就是性服务的这些现象 在中国的各地城乡各地都是普遍存在的 那么而且现在已经实际上是得到官方以及警方的支持 有人就说是官员持股 警方做靠山 这里面有他社会的这种需要 比如讲有些男人没有办法成家 没有办法找到女朋友 有些弱势群体 他需要靠这种出卖肉体的方式来谋生等等 正因为如此在中国有些社会学家和学者提出 卖淫要非罪化 甚至也就是说合法化 您同意这种观点吗 是不是让新工作者合法化呢 这即算是在西方民族自由社会里面都一直是有争议的 所以每个国家西方国家的实际都不同 比如说有的国家像德国 像这个河南 像加拿大 那就可以有这个新工作者是合法化的 那么在美国是有一些州 好像只有一个州 就是内法州都是这个合法化的 那其他国家 无论是其他州 无论是卖淫 卖淫 你都是一种余罪 相对的讲比较轻 但是还是要受到法律的这个惩罚 那怎么看待这个新工作者 这个合法性问题呢 这是在别的国家 其实都是出现了很漫长时间的这个争论 那中国的问题是不是合法化 那么在道德君子里的角度上讲的 当然是不能这个合法化 就是因为这个蔓延这是一个 使这个人的这个性自由啊 就是被扭去了 人的这个产生了社会更多的这个犯罪 但是我觉得呢就是作为一个真 就是根据有真正意义上的这个道德的政治家 或者是社会工作者应该是证实这个问题 为什么要证实这个问题呢 可能显得更真正具有这个道德性 因为中国的这个问题啊 比美国比欧洲其他国家还来的复杂 它不仅仅是中国长期的这个心理压抑 所造成的过多的这个性解放 主要的是因为是中国第一 人口正多 第二个是中国社会的这个条件 这个差距实际上彼此实在太大 那么很多的 虽然女性很多 但是很多的男性呢 没办法正常的这个 有正常的分印 那么他的性生活是被扭去了 或者得不到这个 得不到这个正常的这个性生活 所以怎么面对这些社会问题 如果你长期用这样一种打击的方式 那么中国的这个新工作者 只会走向这个更加地下化 更加隐蔽化 而更加地下化和更加隐蔽化 只会引用更严重的这个犯罪 而且呢不安全 所以怎么去面对这些问题 在道德法律之间进行这个平衡 在社会问题上进行平衡 这是应该是很真实它 很讨论它 而不是采取现在这样的 粗暴的方式 去所谓的这个扫房 扫房的结果只会 这个更物理的常媒出现 所以很多的网民 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反对中央电视台 一方面是嘲讽政府的这个行为 但是另一方面 他们确实比那些扫房的人 也是更具有道德性 在面对中国现实的这个性生活的 严重的这个压抑 严重的这个扭曲 严重的得不到满足的 这么一个社会现状 好 谢谢何先生 各位观众朋友 您正在收看的是 美国之音VOA卫视 我们目前正在讨论的话题是 东莞扫房 为哪一班 我们的日线电话是400-120-0551 那么刚才有几位观众朋友打了电话 但是后来掉线了 请您继续尝试 再说一遍 400-120-0551 接下来我想问问张立凡先生 张先生这次呢 我们看到很多网友在调侃 在支持东莞 希望东莞要挺住 不要哭 等等这些有趣的语言 那么从这些语言 我们是不是看到 就目前中国民众呢 对于这个黄色行业 它的包容性已经大大的增加了呢 我想是这样 因为现在实际上 自从这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以后 这个中国人的权利意识增强了 所以呢 中国人 再有就是中国人对于自由的认识 也比以前要这个更为开放 在这方面 我想这个中国人的性观念 确实和这个毛时代已经非常的不同了 现在来看 要想回到毛时代是不太可能了 我本人在这个九十年代 曾经这个 这个在这个吴杰平先生的这个指导下 我们曾经搞过第一届的这个中国的性健康的这个展览 那么当时我就做了很多的社会调查 当时也是在官方呢 也是对于这类的这种性知识的普及和性观念的这种教育 他们采取的也是一种打压的方式 其实我觉得这些打压来讲 它那个都是各管一段 那你比如说像这类的东西 你就是性自由的问题 和这个我们现在的计划生育制度所造成的 比如说男女的这个性别比例的这个不均衡 然后呢再有就是社会的分配的不公 所造成的这种性的这个机会和家庭的这个组成 出现的种种的挚爱 还有比如像城乡矛盾等等 这些吧就是一系列的社会矛盾 才造成中国现在这种现状 那我想这些网友们 他们作为这个中国社会的这个草根 他们对于这方面是有比较这个切身的 而且是这个比这个官员更加深刻的体会 所以他们的这种智慧呢 也确实令人欣赏 就是在所有的这些节点上 他们都用一种非常有趣的这种调侃的方式来表达 当然这也是中国现在这种言论的言论不自由的现状之下 唯一能够采用的一种方法 我讲在这方面 我也和和平先生一样 我很佩服网友的智慧 同时呢 我也觉得 在这方面 这个我们的官员 他们其实 远远地落后于群众 谢谢 好的 何平先生 东莞这个扫房以后呢 我看到了很多的报道 中国其他的省市也都在跟进 比如讲浙江 甘肃 山东 黑龙江等等 也现在也在相继行动 不仅要打这个所谓的行业 也要打所谓的保护伞 像公安部就宣布 原来的这个东莞市的副市长 还有市公安局的局长严小康已经被免职 我的问题第一个是 这是不是在中国引起新一轮的 规模比较大的扫房运动 第二 实际上从事中国卖银幸福 这些行业的人数众多 在东莞一个地方 据说就有二三十人 而且对当即的国民经济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每年都可以 东莞一个市 据说一年都可以带来 几个亿七亿人民币的这个GDP收入 如果中国这个大规模扫房的话 对于一些弱势群体 比如讲性工作者 他们的生计 以及中国的经济 会带来哪些负面的影响 我觉得习近平 假如是习近平所为 他领到所为 那么这就是给了中国官员 一个最好的一个借口 反贪扫房 这个影响了GDP的发展 因为正好 即使中国的 我早几天 就是见到了一位经济学家 他说实际 他说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中国的经济 已经到了一个 一个很难继续持续增长 高速增长 下去的一个关键口 那么但是呢 这个官员们 苦于已经找不到这个 就是说 找不到新的增长点的一种办法 那么李克强上台的时候 喊过这个所谓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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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镇化的问题 但实际上后来也是 大家不了了之 那么 那么中国官员 美国官员都非常着急 非常着急 那这个时候反一个 讲一个反弹 讲一个扫房 那国民经济 这些官员们正好 OK 是你领他要我干的 OK 我经济不好 我经济发展不上去 跟这个就是有关系 那张立华先生 在北京就很清楚 对吧 现在北京的一般消费经济 就是下降的非常厉害 尤其是高消费经济 对不对 这样的话在各个地方 其实都是这样的 这样的话肯定会影响 这个经济的增长 那么这些官员们就认为 是一个很好的借口 第二个是中国的性工作者 这个非常的庞大 没有一个 没有一个国家的官员 像中国官员这么淫乱 没有一个国家的这个 这个性工作者 有中国这么的震度 而且几十年来都是这样的 而且这个数字越来越增长 那么你现在打热下去 这批人怎么办 是你关到你的这个监狱里面去 还是释放到社会上来 你这个社会上有没有这么一个 消化这些人就业的这个能力 然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刚才我张立华先生讲到了 我前面也讲到了 这个因为有中国社会的 巨大的不公平 巨大的这个差别 那么操作这种性的这个生活 如果得不到满足的 这些我们不要说那些习惯性的 这些嫖开 就是我们讲一些就正常的男性 尤其是年轻男性 他们得不到这个性满足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中国的未来的性犯罪 中国的其他的社会犯罪 由于现在这种扫房的这个打击 那么这个会造成会更严重 那中国的其他的问题 就犯罪问题 社会问题就会一无子 会变得更加恶劣化 我们很快就会看到到了 好的 好 由于时间关系 我们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 以及北京的历史学者 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 不过观众朋友请您不要离开 稍后的法律窗口栏目 将向您介绍 美国宗教组织起诉政府的案例 请您锁定收看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